机车室内全部停满满 都是配合方案 民众等着领取 基隆市推电动机车政策 如今兑现不是空投支票 但似乎过程不太顺利 基隆青年电动机车计划1.0 起初想帮助低收入户 却因受限多 要太旧换新 又要每年做公益 导致申请只有100辆 因此后续又推出第二 第三版申请门槛越降越低 可申请年龄扩大 不断追加预算大约7亿元 2.0新方案已经申请高达 8000多辆 只有三分之一选择太旧换新 成效看似不错 但配套措施似乎没跟上 零元就能领就领 反正起不到也可以给 给那个清盆好有期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建设 像弱势的营养午餐这边 然后教育这些客后班补助 那既然我都有缴税 我看我的税被这样浪费 再加上车多 充电站却少得可怜 几乎都集中在市区 而且充电量不足 甚至有民众骑到一半 不敢往前 只能请别人来载 如今开放申请了 部分也领到车 才赶紧会刊 并设点家庄 但其实没这么简单 充电站不只要租地 还要会同台电人员 不是想装就装 连停车阁也是大问题 基隆人都懂 有时甚至只能停载骑楼 交通的配套 环境的配套 以及我们充电桩的配套 停车需求的配套 有没有做好一个完整的规划 针对这些很多的门款的放宽 真的是有因应 议会给我们的很多的指导 未来这个3.0 目前还只是预算当中 对线政策市民有感 只是后续恐怕还得改进 才能达到四年五万辆电动机车 降低油车减碳效果 TBN新闻良心肯源身份基隆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